患者张先生就医时 左大腿外观明显变形 生活不能自理也失去工作能力 因为意外跌倒 让十几年前已经痊愈的骨折旧伤复发 在外院动过两次手术 都因为骨折不愈合 导致内固定断裂 转而向台中慈悸医院求助 把里面一些断掉的螺丝钉紧张拿掉 很费功夫 很好 很花时间 医师改用骨髓内钉 加长固定长度 增加稳定性 顺利完成手术 跌倒往往造成严重的后果 日常生活一定要小心 自己多注意一点 穿防滑鞋 买那个不滑的球鞋 医师提醒增加摄取涵盖食物 多晒太阳 选择健行 慢跑 球类等腹中运动 都可以降低股值疏松的机会 戴新闻 黄正明 欧阳光辉 台中报导 李宗监宽